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七八波左右过来 最忙的时候从早上八点半开始上班 到晚上十点钟我一口饭没吃 今年的人流量的话 比起去年的话就说人流量的话 是属于一个是爆发式的增长 像我之前准备五一出来的 发现五一各个营地的这种预约几乎是爆满了 想着那就进行出来了 整个氛围目前来说还是不错的 在办公室做酒了嘛 也是向往的户外 这种户外的放松的氛围和感受 就是很轻松 心里也很舒服 然后包括排解一些压力 经过了疫情时代的井喷歇 然后后疫情时代的话 一个沉淀的话 其实露营行当的话 就面向了人群会越来越维度会越来越宽 一般正常露营的旺季的话 四月份五月份 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 对我们这个营地来说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淡旺季之分了 今年的话我已经开始去做一些亲子的一些油碗项目 比如说我像是盐学 然后像植物课堂 然后对情侣来说的话 我设的有很多打卡点 然后可以去在我的网红咖啡馆里面喝喝咖啡 对于一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阿姨 或者叔叔们来说的话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到我这个地方之后 是喝个下午茶 然后吃个餐